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9月1号 周五 美股尚未开盘 感谢大家来到 LF3 第一证券和美股实战 学员联合为大家带来的线上公开课 美股期权早班车 也是我们美股期权实战系列的公开课内容 简单的免责声明 我们就进入到本次的班车计划 如大家选择观看 也等于我们之前的条款 好那我们还是来看一下盘面的状况 最近市场的话呢 一直在期待一个事情啊 就是周五的飞农 那我们说过飞农呢 可能会凶多吉少 也可能会先涨 然后跌啊 目前我们看到盘前的状态来说 这个数据啊 是利好的 是利好的 Hourly Earning差一点点 但是整体就业数字好 那可以算是一个比较平均的答卷啊 那这个对美元的影响 我们也可以看一眼 美元今天是跌了啊 昨天是涨 今天是跌 那整体在这个飞农之后的话呢 我们看到美元是先涨 然后跌 最后是我们看到目前是一个下跌的一个状态 对吧 那这个其实对各大资产价格来说就是一个好事了啊 那如果美元没有暴涨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潜在的一个利多事件 但是市场往上涨的空间到底有多少呢 我们来看一下 包括市场可能这边如果要反转的话 会不会有更大的麻烦 首先我们先从一些重要的资产价格开始切入啊 我们之前说过的原油先行指标啊 非常准的具有前瞻指引意义的原油先行指标 42倍的RB-CL目前是不断的回落的啊 所以相对于说原油价格来说原油价格不断的攀升 对我来看就是我认为原油价格会有很大的风险 回调的风险啊 当然可能短期啊目前跌不动啊 可能还是会继续维持在高位 有些地缘政治紧张一些新闻 但是到底能去哪里啊 我觉得这个可能很难过90啊 难过8890最终可能还是会有什么回踩的这个动作 回踩可能会有更大的空间啊 所以这里我觉得也是值得期待的一个地方 对吧白银啊 看有没有冲高回落的这种机会 然后呢 这个不知道谁说的是原油啊 冲高回落的机会 然后呢 从而对通胀可能会有一定的缓解 当然这个目前来看 短期来说 我们不做过高的期待啊 因为原油价格就算冲高回落 也还是在相对高位 所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东西啊 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再看一下 跟美元相匹配的 也就是10年国债利率啊 最近又是冲高 过了一个新高之后的 现在是一个回踩 那健康的回踩啊 可能还会有更高的抬高 那这个接下来可能会对 估值来说 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压力啊 虽然市场现在慢慢的适应 高利率高估值 但是依然高的国债利率 对估值还是会有 户序负面的影响 总是我们在看 美元回落 黄金白银大众商品 所有金属类的 跟美元复相关的啊 都在涨 然后包括美元回落之后 非美货币也在涨 然后呢 跟美元复相关的很多资产价格 尤其是估值也在涨 包括我们这边看到的印度啊 巴西啊 还有说中概股啊 最近都有些许的行情 那中概硬 也是我们关注的地方 然后整个其他方面的指数的话 我们可能也是借由 今天早上的数据是涨了 但是小心啊 开完之后还能不能涨 我也不太清楚啊 但是目前盘前 我们看到这个状态是涨的 上涨空间可能会有限 另外我觉得可能还有比较大的空间 或值得继续回调关注的 就是白银啊 我们如果白银和中概 都是我们喜欢的地方 然后还有就是其他方面的一些类型的股票 这边大家也可以展开去看啊 那我们回来看今天早上 飞农所带来的美元的回落 然后呢 资产价格的短线的反弹 但是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 国债利率依然是在高位 然后呢原油目前也在高位 当然原油有下来的可能 但短期就算下来 影响也不会特别的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市场啊 目前来看 虽然短期表面是积极的 但其实背后的 的一些负面的因素 还是没有散去的啊 所以我觉得市场 依然还是保持着一个 冲高回落的这么一个风险 也就是这边大盘 短期可以冲上去 但最终可能还是会被砸下来 我们看到标普500 期货指数 今天再一次的往上冲 过了昨天或前几天的这个高点啊 那这里还是会有一些阻力在这个位置 守住 那这里如果要出现新的高点的话 我觉得很有可能做一个经典的头肩底 这个是头 对吧 这个左肩右肩一个笑脸的一个形态 然后再往上走 这可能会打开更大空间 那这边我们目前期待 可能会在这里做一个右肩 然后从季节性的规律来说 我们之前说过 目前情绪上还是偏中性的一个情绪吧 季节性的规律 我们也说过这个9月初 可能会有一波行情 冲高 然后最后可能会回来 然后整个9月可能是不变的 对吧 然后10 11 12 可能才是最好的机会 但这边我们看到 还是不变的一个思路 整体来说 这几周都是啊 任何的回调都是健康的回调 所以大盘这边任何的回调 哪怕说接下来这里 这一波冲高回落之后 我觉得也是健康的回调 另外我们看从这个内部来看 很多的股票啊 内部来看都是非常健康的 而且从这个涨跌肤板也可以看得出来 情况就是每天都有很多惊喜的地方啊 首先我们先看 今天涨肤板里面20只 里面有一个 SNDL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一只小股票啊 贝壳 米 NTNX我们喜欢的对吧 这个是涨了 然后ERROSE也是我们喜欢的啊 MATS的话 这个就属于比较腰的股票了 淘贫 这个是中概股啊 我们来看一看 因为涨幅榜是非常凶啊 跌幅榜的话 开放我们看到并没有特别多 跌幅榜也看了一眼 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去介入的对象 然后还有这个BFS继续往下跌啊 这也是可能之前逼空的 比较凶的一只股票 NTNX涨起来 这我们喜欢的 今天早上应该是有新闻啊 带动起来了 这只股票 其实我们长线来说的话 从最早的时候在22年 跌下来是整个23年 其实都是偏看好的 目前从23年来看 已经涨50%了 那从低点到这边的话 其实也快三倍了啊 也是很厉害的 对于ERROSE也非常的凶啊 盘前这一波基本上也是告一段落 之前1.5的到这边5块钱也是三倍多啊 短期来说这个还是很有厉害的 另外MATS这个我们讲的不多 但是一只腰股 很小市值的公司 但是它的营收挺大的 还是有一炒购空间的吧 做这种生化医疗器械的啊 另外还有陶瓶 这只也是比较腰的股票啊 应该是财报的原因吧 大幅的上涨啊 这个这种怎么说呢 这种就是结合新闻 还有一些油资啊 然后包括7月份的这个核股 也都是很有关系的啊 很有关系的 今天早上的新闻 可以看出来这个半年的财报 revenue是上升了挺多的啊 虽然依然是亏损 但是这个公司还是可以看到 有很强的成长性的故事的这里啊 当然这种股票 不太好去追对吧 不太好去追 而且像这样的公司 如果不太熟悉是做什么的 也比较麻烦啊 那就只能是做一些短线的关注了 对吧 或是做一些案例进行分享的啊 陶瓶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是我们可能之前没讲到的 但是我们看到中概的行情啊 正在不断的蔓延啊 正在不断的蔓延啊 嗯 点不进他们的官网啊 我们来看一下 那是做软件的吧 Cloud Blaze Internet of Things 就是用云端的云软件 Big Data Solution to Chinese New Media 这个其实营收成长性还是很强的啊 嗯 那像这种形态来说的话 嗯 很喜欢怎么样 涨涨了之后被砸下来 涨了之后被砸下来啊 除非他能站稳一眼 那这种股票风险非常的高啊 那就5分钟图盘前来看已经是 放了比较大的量在这里 好 所以我觉得会有比较大的危险 会有回落的危险啊 嗯 所以这个大家还是很小心的去对待 然后这周我们看到财报 然后related trade 基本上都过去了 还是整体来说是一个卖不的一个思路啊 下周的话呢 也还会有些财报 我们看 嗯 这周的财报 很多股票最终的表现都是偏 中性 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的啊 今天早上的贝壳 算是昨天昨天还昨天的贝壳吧 啊 算是涨了 后续有跟进ntnx也是昨天财报 啊 我们看涨涅幅绑的话 班前东西不大 对吧 说明整体来说 还是在5%以内的上下振幅 那班前有定东买菜 也没看到在涨涅幅绑上啊 我们看这里涨涅幅 应该这个以后续没有更新啊 因为还是17日不变 啊 好 那这边我们看情绪上是这么回事 然后积极性的规律啊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估值还是比较麻烦的啊 嗯 那这边我们还是期待下一周市场 可能会有更多的事件带动性啊 那这周我们看到飞龙过去了啊 市场还是有很多期待的啊 嗯 这个是白人 我们看 我们看大家的问题吧 我们看大家的问题 match match.com啊 很好的成长性的概念啊 从图形上来看 这是一个阶段性的低点啊 阶段性的低点 那从原来的100多到30 我觉得这个回调是很到位的啊 所以这里是值得注意的啊 觉得有机会冲破五六十啊 这个公司还是 很好估值的一个 一个一个选股啊 我们看 啊 那把这个给加进去 本来就是赚钱的公司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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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match.com 这种公司而且很赚钱的公司啊 非常赚钱的公司啊 啊 从这来看也是 我们看他的公司估值现在是非常便宜的 而且依然保持着非常强的增长性啊 所以我觉得match.com是非常好的一个选股啊 长远来看的话 我觉得是有机会慢慢的往更高位置走的 来来回回可能会不断的拉扯啊 match.com lulu 可能还是估值偏高的啊 如果回到 400以上我可能会考虑去做空啊 这个位置 lululemon确实是很很强很好的概念 但是很早了 AT&T就是吃分红的股票 但是吃分红的话 目前股价的下跌也抵挡不了 这个分红的扣除啊 所以这个还是比较麻烦的一个问题啊 还是比较麻烦的一个问题 但我觉得长远来说的话 AT&T就是你这个分红拿了之后 股价应该是能够慢慢回来的 但需要很长的时间就对了 我们今天反正大市值公司只有Blockon财报稍微跌了一点点 其他都是涨的 好 这边再看看大家后续的问题 对看大家后续的问题啊 有什么问题可以欢迎提出 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美元嘛 主要是美元 今天是一个关注点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要看 保值的品种啊 也就是所谓的一些大品种 那一些slow或者说比较big money 那他们会在哪里 你们看房地产很强啊 所以说明经济啊 传统经济是没问题的 然后我们看到这种防御性比较强的XLP XL6也不在 也不在势头上啊 那这里更多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 从这个保值品种来看 市场目前是非常健康的 至少这个非农之后 我们看到是非常健康的状态啊 美元回落 对吧 然后房地产相关的涨 黄金白银也在涨啊 然后呢 整个防御性比较强的东西是在跌 国债的话呢 可能目前是唯一薄弱的环节啊 就可能高通胀高利率 对估值还是会有影响 但市场慢慢在接受这个东西了 因为全球都是一样的啊 所以当大家都是高利率的时候 那钱总比还是要去某个地方 当大家可能经济都不好的时候 那最后可能就去一个稍微没那么差的地方啊 那其实中概股可能也是这么一个思路在这里啊 好那这边已经开盘了 但没有后续问题的话 我们就先告一段落 也感谢大家对我们公开课一直以来的支持啊 那下周的话呢 周一同意时间同意点 我们在不见不散 感谢大家的参与 想到一个更多信息 可以拨打福尔税客户专线 电子邮件及官方运进符号 福尔税香港985 付款30多年老贵券商 真正意义的美业捐赏 那我们下周 不见不散 对到一个愉快的交易日 愉快的周末 好对下周一是 下周一是劳工节啊 那是周二应该是周二啊